前天有民众在外木山沙滩洋泳时遭到水母遮伤 后颈部出现了一长串起水泡的伤口 由于市政府即将在外木山举办长泳活动 市议员吕美玲也呼吁主办单位要注意防范 以免参与长泳的泳客受到水母攻击 仪式遭水母遮伤的张景彦后颈包着一大片纱布 打开一看 涂买药膏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长串凸起的水泡 从手机拍下的照片更清楚看到长达20多公分 像株恋般的伤口 张景彦回忆当时的情况还心有余悸 傍晚差不多6点多到大五轮沙滩 下去我洋涌 有有有忽然间东西扎到就好像被热水淋到那种感觉 第一时间挣扎 挣扎的时候发现脚好像要抽筋要抽筋了 然后就赶快就是不要慌这样子放松 然后手搬着浮标 我有带浮标出去 所以搬着浮标才没有事 上岸 上岸一开始想说也没什么 是到了晚上8点多的时候 我老婆照相给我看我背后 才知道说哇 怎么种成这样 后辈也同样被遮伤的体育会水上摩托车协会主委张辽东说 他玩水几十年从那边有碰过这么堵的水母 可能和道轮沙滩环境变章有关 这边的垃圾昨天没有清 海滩的垃圾没有清 他这个水母市垃圾越多水母越多 由于市政府已经决定7月8号将重新举办万物山长泳活动 市议员吕美林呼吁主办单位要提前预防水母问题 7月8号的那个长泳啊 带人清除水母 现场也会提供防范水母咬伤的药品 供永克涂抹 以保护永克避免被水母遮伤 记者 张启腾 差不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